导致处理的大难度和复杂性 对于传统婚家律师来说 代理涉外案件是全新的挑战 贾明君知名婚家专业律师 华东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的课作教授 他将结合自己多年的理论研究 团队运营 实操经验 来为大家亲情讲授 涉外离婚案件的实物技巧 有心得 有工具 有理念 有方法 祝你快速掌握技术 尽心修炼了知 OK 掌声有请贾明君老师 大家好 这里是点金网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 涉外离婚案件律师实物 很多同行一提到涉外两个字 就可能首先心里发虚 说我这个英语也不是特别好 这个涉外业务特别是涉外离婚案件能办吗 说实在的 我之前认为这个离婚案件 我办办国内的就行了 这个涉外的好像以我无缘 因为我的英语也不好 但是到了上海之后 逼着这个生活所迫 就有些涉外案件还必须得做 后来我就发现呢 这个所谓这个涉外业务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就是必须要外语好才能做 当然外语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如果你外语好 涉外业务做那不更好吗 但是如果你确实英语也不是特别好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做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涉外业务 无非就是拿着 就是做着所谓涉外案件因素的 这个当事人用中国话在中国打官司 那说白了就是说 实际上他还是你在法庭上讲普通话 或者讲方言 然后来再办着这个所谓外国人 或者是有涉外因素的案件 他本质上还是在国内打官司 所以各位啊 你们一看这个涉外两个字 先不要被吓倒 一说哎呦我这个外语不行啊 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自己呢 这个第一个 我自己呢 第一个呢 这个涉外案件呢 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 在上海 我带一个德国的一个当时 那是我到上海的第一年啊 各位啊 我是到上海第一年就开始做涉外业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通过互联网找到我的 2003年 这已经18 189年前的事了 那我呢 就这个 我记得很清楚啊 那就是我这英语也不是很好啊 我就让我前台的那个 呃这个同事啊 就我我们前台是华正的一个小姑娘 我让他帮我做翻译 呃 这个大体就哦 他要做罹患案件 我就帮他来做 呃 后来呢 这个到了法庭上去啊 到了法庭上他听不懂中国话 呃 这个我还要帮他做翻译 呃 说起来非常搞笑 说我这外语这么烂 还要可以帮他做翻译 其实你就是用你最简单的语言 不要讲什么语法 呃 比如说呃 说到这个领事馆 我就跟他讲说 呃 your country have an office to help you 呃 他就哦 明白了 这是领事馆的意思了 我也不知道领事馆怎么说嘛 所以呢 就是我后来就慢慢有自信啊 说哦 原来这个涉外案件呢 这个外国人的案子呢 呃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做的 呃 有什么困难 我们都能克服的啊 首先我们不要呃 有有有自卑情绪啊 那说起来呢 现在呢 这个不得了啊 现在我们80后90后 特别是在律师队伍里面 像我们60 像我们70后可能还有些半路出家的 像我这个以前是学石油工程的 呃 也也没学过 也没上过高中的 现在都能做律师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我的助手基本都是呃 什么全世界名校的简历都拿不过来 呃 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那外语都不是问题 所以呢 我们呃 同行呢 来听我的课呢 你们很多可能已经呃 是这个合伙人啊 如果万一要是外语不好 也不要紧 大部分的这个听课的这个同事呢 可能你们都是80后90后 呃 更有做涉外业务的这样的得天独合的优势 我自己理解呢 这个原来是有个误区的 觉得做涉外案件呢 就是呃 做这个外国人好像很有钱啊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 我觉得呀 我们整天找工作很辛苦 但是老外整天好像晃悠遛狗啊 什么跑步啊 呃 这个在咖啡厅里做的健身啊 这个 他们怎么那么闲呢 呃 我就觉得呦 这老外是挺有钱的 呃 后来做律师呢 越做越发现的这个外国人 其实呃 大部分外国人还没什么钱啊 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有呃 什么金银白领啊 还有所谓的土豪 那真的是有钱 呃 所以呢 呃 我总体感觉啊 这个涉外业务啊 特别是涉外离婚业务啊 他呢 应该说是一个起步型的 或者是一个小康型的业务 你说真正的能 呃 做到一个非常高的收入 呃 有呃 呃 有这个呃 千万创收以上的话 我想呢 应该是结合了 其他综合财富规划 你比如说涉外的呃 财富筹划业务呀 或者说是这个跨境的这个呃 财富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呃 设计这样的一个业务呀 否则的话 单纯做这个涉外婚姻案件的话 呃 我个人认为在一线城市 做到几百万就已经很不错了 啊 那么呃 应该这样讲呢 就是因为中中外的这个呃 特别是中国和这个英美法系啊 这个国家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思想的差异啊 就我们中国有钱就存起来 然后再买房 我们发现很多老外呢 他不存钱 并且呢 我们所谓这种老外的高管呢 他的工资呢 嗯 那通常也没有我们想的这么高啊 我碰到过一些 呃 这个外企的高管 外国人啊 本身呢 他们能有几百万的人民币的年收入就算很好的了 大部分在中国的普通的这个外国人的收入 可能就呃 几十万块钱 甚至十几万 几万的可能也有啊 这都不一定的 要看看是哪个国家的啊 所以呢 那我们呃 对于所谓的涉外罹患案件呢 咱们首先说如果从呃 外语这个角度啊 我们不用过于纠结啊 有更有这个呃 外语水平更好 没有也不要紧啊 说到外语呢 我自己也非常的这个自立啊 呃 这个 昨天哈 我收到呃 这个 这个 平台的通知说 我的研究生的外语考试考了七十分 我还是很高兴的啊 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呃 这个 我就觉得呢 我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就是在 听课的各位同仁呢 你们也要 呃 保持一颗向上积极 学习的心 那说到学习呢 我就提起我们上海的周树英大律师 四十多岁才开始做律师 所以在座各位 如果你们还有呃 三四十岁还没发分的时候 呃 好消息就是你们还可以荒废几年 因为我们的东方首届大律师 朱老师是四十多岁才开始从事律师的 当然我们也有很精英的人了 二十多岁就已经成大器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上 还是要保持一个呃 积极向上的心 那拉回来再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涉外 呃 离婚案件 所以这个老外外语讲完了 呃 但是呢 我们法律上 或者我们法院呃 立案时所谓的这个呃 涉外离婚业务呢 他不是以这个人为管辖连接点的 那我们现在呃 这个 认为这个涉外呢 他是讲的是这个呃 不管是主体啊 就是人 还是这个法律关系 比如说呃 财产的法律关系啊 或呃 这个婚姻缔结的法律关系啊 他是只要有一项发生在呃 这个境外 这个境外包含括号呃 台湾香港澳门地区 他就 视为是这个涉外案件啊 他主要是这么来认定的 所以呢 那我们可能很多律师同仁办过 涉外罹款案件 那你们办的呢 可能都是两个中国人 无非是一 呃 一个是取得了外籍 或者是双方在境外 拿的结婚证 呃 或者是呃 有一部分财产 在境外 法院按涉外程序来走 呃 这种情况虽然不多啊 但是也有 呃 所以我们可能呃 也不少是呃 涉外程序 但是办的是中国人的案件 啊 那么关于管辖这个问题 呃 咱们一般的原则是 原告就被告 呃 啥意思呢 呃 我们说对公民提起的迷失诉讼 呃 由被告住所地 人民法院管辖 被告住所地 以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那么由经常居住地 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那这里面呢 实际上是 在我们的离婚案件当中呢 呃 也是如此啊 就是我们一般是要看 呃 要看这个被告住所地在哪里 呃 特别是他的户口所在地和 经常居住地是否一致 呃 如果不一致的话 因为现在不一致的情况是很多的 呃 我们现在这个人口流动 呃 这个是非常频繁的 呃 特别在这个一二线城市啊 呃 有大量的流动人口 但是他们的户口呃 很难落 呃 我们在上海 我待了十年才落上海户口 呃 我现在录制在北京 我很多研究生的这个好朋友 他也没落到北京户口 啊 还有很多很无奈的就回去了 说孩子上学也上不了 所以这些就充分表明啊 在我们国内啊 呃 这个你的户籍所在地 和你的实际的经常居住地啊 所谓连续呃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啊 他往往不是一个地方 那当然我们绝大多数律师通认都知道啊 说那这个就很简单呀啊 呃就是在他的经常居住地呃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但实际上当中呢 呃你这个经常居住居住地 那也不好认定 那为什么不好认定呢 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如何举证证明 你或者是对方当事人啊 通常是被告 在某地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啊 谁给你 这个出现作证啊 我们同仁可能会马上想起来说 居委会啊 哎 你到居委会盖个章试试 现在居委会的老大姐老大妈 那个法律知识不要太普及 盖什么章 搞什么证明都是很难的 他很轻易给你盖章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呃 我们呃 经常看到有些同仁说 那我编个瞎话吧 呃 咱就写说 哎呀 呃 这个因为孩子上学 呃 可能要出这个证明 呃 我是这个呃 小区的辖区的居民 或者我是物业的辖区的这个业主或租户 能不能开个证明 呃 那现在这个很多地方 他有反侦查能力啊 他就说那我给你开可以 但是要加句话 仅用于 呃 什么什么上学 之用 那你这样拿到这个法庭上去 呃 因为你是诉讼案件确认管辖呀 所以这实际上也是不容易的啊 当然我们有时候呢 为什么在这个管辖问题上这么纠结呢 因为我们主要考虑到一些 呃 按说都是中国人民法院 适用的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呃 这个民法党的这个民法党 这个民法典或者是民事诉讼法 那在哪打不是一样吗 呃 当然不一样了啊 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很多的社会因素啊 还有很多的非法律的因素的影响啊 我们有很多的案件呢 他自己的特点 呃 在加州 登记结婚 你看哈 中国人到了美国加入美国籍 然后有一个新西兰籍 呃 登记结婚 然后在2000年的时候呢 他被公派到北京至今 那那如果说到这里 大家明白 这是两个外国人 呃 那么外国人呢 呃 这个其中的老公呢 就到了中国了 啊 到了中国来居住了 那么由于文化的差异 导致两个人的感情一直不稳定 啊 咱们经常说感情破裂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经常说是性格不合文化差异 呃 这些都是呃 一部分因素啊 我们可能还有些深层次的因素 不方便向法院陈述 呃 因为这个原因呢 导致呢 感情不稳定 啊 南方准备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但是呢 当他这个提离婚诉讼的时候 才发现啊 中国内地的法院 都不受理他的申请 这里面有意思了哈 一说 呦 这个想离婚在中国离不掉 那我就回美国吧 呃 到美国去办吧 哎 好像也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根据美国该州的法律 我们都知道美国各个州 他的法律是不一样的 呃 在美国该州提起诉讼 需要居住六个月以上 呃 那么石先生是在中国工作的 啊 他不在 他虽然是美籍 呃 在该州 是该州的居民 但是他没有在美国居住 而是在北京居住的啊 因此呢 他按照美国当地法是不能在美国提起离婚的 那么按照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呃 法律相关规定呢 呃 他在呃 中国 但是呢 这个他是外籍 并且结婚登记地 也不在咱们中国 那你看 你说原告就被告呢 那 被告不是中国人 也不在中国境内啊 哎 你看 这个是很没办法 这个实际上是个真实的案例啊 啊 那么 这个案子我们 出 我当时在南方的哈 在南方 我们当 刚开始接案子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 还 就是你要是说 哎 这些活人怎么 那么离婚的部门都没有人受理了 中国也不管 美国也不管 呃 当时我们为这个事情啊 还给某高院呃 写信呃 这个反映这个问题 呃 后来呢 这个也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 哎 有的同仁可能会问了说 哎 我记得咱们婚姻案件当中 有一个情况是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吗 那他既然在中国呃 连续居住 那为什么不能以他的 呃 经常居住地 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来起诉塑林呢 哎 你记得那个是中国公民啊 他不是呃 外国人 他不适用于这条规定 所以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在实物当中 如果是两个外国人 注意他也许是香蕉人 表面是中国人 但实际他的法律上的这个国籍 呃 护照是外国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被告不在中国境内 注意 只要被告不在中国境内 很有可能啊 当地法院以这个没有管辖权为由啊 不予受理 这个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当然了我们在实操实物当中啊 比如说我在上海 呃 我们这个当地的法院呢 有些曲线的法院 他就会呃 看具体情况 呃 比如说 原被告是不是对离婚的相关的内容 协议的条件都达成了一致呢 如果相关的这个条件都达成了一致 呃 双方从法院呃 这个走个调解程序 愿意接受中国境内法院的这样一个呃 法律的一个调解啊 出个调解书也是可以的 咱们有些法院呢 他不出调解书啊 他以调解的形式做一个判决书 这个主要是应对呃 有些国家呢 他不认调解书 呃 这个呢 实操当中也有 但不多 因为呢 咱们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 他不能受理 在中国呢 呃 一般情况下的话 咱有些法院 他刚才说过了 也是可以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 呃 走法院的调解程序 呃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呃 就是说两个外国人 哪怕是中国籍的外国人 呃 在中国离婚 你一定要看 被告 呃 是不是在中国居住 或者是你要看一看 双方能否就离婚的相关条件达成一致 不然的话呢 哎 还真有可能在中国没法管这个事 那说到这个国籍这个事啊 我们有些的同仁呢 呃 甚至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年的律师啊 搞不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哪几个概念呢 第一个是呃 国籍呃 第二个是永居呃 第三个是双重身份 那我们就简单来说一说哈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关于这个呃 国籍啊 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说 他到底是什么美什么叫做什么华侨啊 什么他他是什么美籍华人呢 这这东西是怎么来进行认定的呢 呃 其实呢 很简单 那你是个中国人还是个外国人 主要看你持有哪国的护照 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持了美国的护照了 那毫无疑问 你至少是个美国人了 那么有有一种可能呢 那就是说我既持有美国的护照 也持有中国的护照 呃 这就在行政法上叫做违规啊 因为我们国家是不允许双重国籍的 那你至少要申报 注销你的中国户口 呃 然后你就彻底放弃中国身份 我们现在也有大量存在着 既有中国内地身份 也有香港身份的 那这个也是呃 不对的 只不过在离婚案件当中呢 咱们现在呢 法院不主动去追究这个事 那你说有的法院 他就呃 告知你说 哎 你这个既有中国身份 又有外籍身份 这是不对的啊 你要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呃 你要那个呃 这个去注销你的中国身份 他一般不会呃 这么来管的啊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对方当事人纠结这个问题 特别他要利用这个 你的这种所谓的行政不合规 故意来跟你施加性理压力的话 那也有可能的啊 就故意去到相关公安机关去举报 呃 然后跟你施加压力啊 他的这个名目也非常的名正言顺 他说我要法院查明他的身份吗 你到底是以中国的蒋明军的身份 还是以这个呃美国的劳润斯的身份 来向我提出的离婚呢 那你必须得明确这一点吧 那你在法庭上确实要查明当身的身份 我觉得这个呢 也是没办法啊 这个确实也是正当合理的 所以呢 你持有哪个国家的护照 你就是哪一个国家的呃国籍 那么这个和取得的永居啊 所谓我们说的美国绿卡 呃 这个加拿大枫叶卡啊 这个呃 永久居住权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虽然有永久居住权 但你还是中国人 呃 他还是认为你是中国的公民 所以呢 我们同仁呢 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呃 身份啊 这个在涉外案件当中呢 是一个基础 我们都要了解 那这个地方呢 又要谈到一个话题呢 叫做呃 什么呢 叫做这个呃 同一人身份的一个证明 那就是什么呢 就怎么能证明呃 持中国护照的蒋明君 呃 就是持这个美国护照的Lawrence 他们这两个人是一个人 怎么进行证明 或者持中国护照的呃 张三和持香港身份的张三 是一个人 呃 这个因为呃 在办理相关婚姻和继承的时候呢 呃 都是呃 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拿呃 以呃 张三为例啊 他既有中国身份呃 呃 又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护照呃 呃 那你这样的话 在香港的律师楼呢 去办同一人身份证明 是不能跟你办的呃 因为你是违规的 只有你注销了中国身份 呃 然后呢呃 你在呃 咱们当地的这个警署啊 拿到注销的户口的这个呃 一些资料 在呢 和香港的律师楼的律师进行联系 他呢 在当地进行查询 最后跟你出同一人的香港的呃 这个呃 律师公正书 那为什么他们来出呢 因为你这个时候是个香港人啊 等等等等吧 所以我们作为律师啊 就咱们在办涉外离婚件的时候 一定要关注呃 当事人的身份 因为这个身份 直接关系到 我们刚才说 说的这个管辖问题啊 呃 那么这个是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说 呃 你一定要注意啊 双方到身都是外籍的 呃 一些管辖问题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开场不错 请给老师点赞好评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我们再结合一下民宿法的 一些规定啊 呃 看一下这个管辖啊 那么我们对 不在中国境内居住的人 啊 你比如说啊 我太太 他这个不在中国境内居住 他在这个 呃 美国居住 那么我和他提起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啊 你比如说像婚姻案件 一定是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那么这样的话 就由我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比如我现在的户口在 呃 上海市 静安区 那 我对呃 在这个 呃 美国居住的 比如说是我太太提起 离婚诉讼的话 就是有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管辖 那么如果 我的这个住所地 以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 那就有经常居住地管辖 比如说我在上海 我的户口在静安区 但是我呃 常年居住在浦东兴区 那这样的话呢 呃 就由这个浦东兴区人民法院管辖 这个呢 呃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规定啊 那么双方都在国内居住 并且都有经常居住地的 按照一般规则 即啊 原告就被告 就是被告住所地啊 这个呢 大家可以理解哈 那受害案件呢 应该也是这样 那如果一方不在国内居住 按照特殊规定 就是原告啊 就是以原告为中心的原则 双方都在国内居住 但是被告没有经常居住地的啊 就相当于是说 呃 被告没有经常居住地 但是原告有经常居住地啊 或者是有原告有住所地啊 我们就按原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为原则 那么在国内结婚 并且定居国外的华侨 呃 这个呢 这个华侨呃 他既然是华 那就说明他还是这个中国人啊 就是他可能是取得了美国的绿卡呀 枫叶卡呀 他可能有拥有居住权 但他还是中国人啊 那么如果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 必须有地阶地法 呃 就是比如说是由中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 呃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的 有婚姻地接地 或者一方在国内的最后住所地啊 人民法院管辖 那他上面写的是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啊 那么这是一个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啊 男女双方他是在国内结婚的 但是呢 双方都在美国 哪怕这个都取得了呃绿卡 但是呢 如果美国法院也说啊 你们当时是呃 在中国结婚的啊 你们到中国去解决这个问题 呃 那么呃 咱们中国呢 人民法院是可以管的啊 那那哪个法院来管呢 有婚姻地接地 或者一方在国内的最后的居住地 人民法院管辖 这个最后居住地呢 就是最后连续居住一年的啊 这样一个城市或者这样一个区域来进行官辖 在国外结婚 其实呢 是个涉外案件啊 哪怕你国内的案件 在哪结婚 它不是一个重要的事 我们现在呃会看呃 这个咱们的涉外案件啊 就比如说双方在香港等于结婚 呃 双方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等于结婚 这个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啊 很多人觉得在国外等于结婚 好像是个很大的事 就从我们实物角度突发 你在哪等于结婚 不要紧 只要你不是在那个一夫多妻制合法的地方结婚就好 咱们绝大多数国家呢 都是一夫一妻制 你无非在哪结婚之后 做个工程认证 拿到中国搞个翻译件 这就跟中国的结婚证 它没什么实质性的一个区别啊 所以不要纠结于 呃 客人是在哪结婚的 那么如果是在国外结婚的 并且是定居国外的华侨 呃 那么这类案件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不受理 啊 但是如果定居国法院 以离婚诉讼 必须由国际国所属法院管辖为由 不予受理 双方回国要求法院处理的 可由一方居住地 或者在国内最后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那你看就能理解吧 那这华侨还是中国籍嘛 你看人家说了 说外国法院 以你必须由你国际国所属的法院管辖为由 啊 这个居不受理的 那你到 你们双方都在国外嘛 那就在国内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人民法院管辖 那么我们在实操当中呢 就没有发现咱们国内法院是要这个外国法院不予管辖的这个证明啊 我碰到的这个案件还没有一个 说那你必须先把国外不予受理的这个证明拿出来 这个还没有啊 我们只要是中国人 现在还是持中国护照 还有中国身份 有这个呃 中国的这样一个国籍呢 咱们法院呢 基本上不管是一线二线三四五六线哈 现在我们各地的城市呢 基本上都会受理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 一方居住在国内 注意你看他的帽子是怎么戴的 他说是中国公民 那什么意思啊 就是中国籍呗 就是大家还是中国籍 一方住在国外 一方住在国内 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如果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提起诉讼 国内一方在人民法院起诉的 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这个法律条有点绕 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平行诉讼的问题 什么叫跨国的一个平行诉讼呢 就是一方 比如说男女一方 他在国外打官司 那另外一方呢 那我就在国内打呗 那我因为为什么 因为国外的法律可能对我不利 那我就在国内打呗 那你在国外打 法院受理了 不影响在国内打 法院继续受理啊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我就想起了一个案例啊 这个是个互联网公开的案例啊 咱们都可以指明到信啊 大家都玩手机对吧 你们现在听我的课 说不定脑子里都在玩手 看眼睛还在看手机呢啊 是不是在玩微信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 这个微信的创始人 那是马化腾对吧 马化腾他这个公司叫做腾讯公司 那你们知道不知道 这个腾讯啊 这个大老板 他的前东家 他是在深圳的叫 润训 润 毛润知的润 润训公司啊 这个润训公司的副总裁 叫做杨军 这个杨军呢 他和他的妻子 马林 这个打离婚官司 刚开始呢 他的老婆呢 是在香港打 香港我们都知道 有个家事法庭啊 然后呢 他在 他老婆在香港 起诉打这个官司 这个找的这个律师 也非常牛掰 是大律师啊 因为香港的律师分两种 那一种是事务律师 就咱们讲的一般的这个 律师啊 第二个呢 就是大律师 你这个大律师 大家不要觉得是年纪老 年纪老 或者很资深叫大律师啊 也不要觉得这个 这个大律师就是这个 咱们国内平的什么大律师啊 这个不是的 他说大律师叫做出庭律师 他分成出庭律师和事务律师 他找的是 这个 我也是我一个朋友 做的这个 他的一个律师 那在香港提起了离婚诉讼 那么 这个在香港打官司是很慢的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港是三审终审啊 因为他这个案件标的额相对比较大 所以他是事务律师 协助大律师来干活 那咱们中国呢 你看我手下有五六个兵 我一个团队有七个人 他们都围着我转 那个事务 就是相对他围着我转 但实际上我们还都是在国内 部分什么事务律师和大律师 但是呢 在境外不一样 在香港不一样 香港是事务律师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但是大律师是不能接受当事人委托 大律师是由事务律师委托的 就是你的客人就是事务律师 然后呢 委托这个大律师来出庭 那么这个案子打呀 打呀 打了好长时间 在打的过程当中呢 哎 这个南方啊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就在 这个深圳某区人民法院啊 提起了离婚诉讼 同时提起了离婚诉讼 你看 这既有女方在香港加持法庭的离婚诉讼 也有这个南方 在这个 这个深圳某区提起的离婚诉讼 这个就是既国内管 又所谓国外啊 括号香港管 这就叫做平行诉讼 那你看 就这条就能理解了啊 就是 所谓 这个 平行诉讼 就是我们既中国管 野外国管 那在 我在上海职业二十多年啊 这个办这个平行诉讼 还是蛮多的啊 既在中国管 又在加拿大管 既在中国管 又在澳洲管 既在中国管 又在新加坡管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 哎呀那这个为啥 这个为啥不在一个地方打官司 他为啥要在两个地方打官司 哎 这就是什么 关键所在 什么关键啊 就是我觉得法院 在哪打 对我有利 我就在哪打 如果我觉得在中国打对我有利 那我就在中国打 如果我觉得在国外打 那对我有利 那我就在国外打 那你说什么叫有利啊 无非就是两个因素嘛 一个就是 就是在分钱上 有有有是 就是很多百分之九十的罹患案件 不都是为了 经济上争取主动吗 对吧 哎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是 在争孩子上 那争争取主动吗 我你看无非这两个因素 一个是钱的问题 一个是子的问题吗 那有什么区别呢 哦 那区别很大 我们先 拿这个财来说吧 因为关于孩子的问题 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 课程哈 我们就拿钱来说 那么你 你像他这个案件啊 就是这个 润讯集团副总裁 杨军与妻子马林 这个案件 啊 这个 香港法院最后判了多少钱 啊 我们不能说是最后了 香港 一审哈 就相当于家事法庭判了多少钱 啊 判了八个亿啊 八个亿 那么我们内地深圳某区人民法院 判了多少钱 啊 判了几千万 同样一个案件 啊 中国内地法院判 男方付给女方几千万 而在香港 男方付给女方 八个亿 差多少倍啊 对吧 那么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 差别呢 这就是法律体制的不同 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嘛 是以 法条为判决的基础 啊 香港是属英美法 他是法官造法 法院自由新政 比如说 哦 在中国 这个做离婚案件 呃 你能分多少钱啊 啊 那就要看你和你老公 啊 你们两口子名下的共同财产有多少 他只看你两口子名下 那你说不是说他爸名下的那个公司股权 其实是我们两口子的 哎 没用 中国法院不管 那中国法院说 如果你认为男方他爸你公共名下的股权 实际是你们两口子的 你另外打确权 这叫法律关系 我现在审的是离婚法律关系 确权 那你从公司法的角度去打公司确认 呃 法律关系 跟我没关系 那香港法院他可能不是这么个逻辑思维啊 那他法官可能会觉得 哎 那为什么说他爸名下的股权是你们两口子的呢 哎 他说你看 呃 这个我我公公他是一个退休的老师 呃 一个月也就七八千一万块钱的退休金 呃 这个我婆婆呢 长年在家在家这个照顾家庭没什么钱 呃 你看他两个兄弟 另外一个兄弟呢 在公司做一般的职员 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呢 啊 对吧 你说他爸名下怎么可能有几几个亿的这个财产呢 那你就是天上掉馅饼也掉不了这么大的一个钱啊 哎 法官一听又是不是有道理啊 那你哎 过来过来 我听听你讲讲你的解释 啊 这叫聆讯啊 我我过来来听听你讲讲 哎 呃 他他会统一考虑的 我们法院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讲究法律关系 哎 所以呢 就最后可能会造成同案不同判 理解吧 同案不同判 同一个案件不同的判决方法 哎 判决的结果 那么大概在这个案子因为是十年前的案子啊 大概在在这个案子判决不久呢 我有一次在香港啊和那个在香港 呃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司法的一个婚姻法的一个研讨会啊 我就正好是碰到了这个审理这个案件的香港家事法庭的一个法官 哎 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哎 同时也感叹哈 就是不同的法律对于这个呃不同的一个判决啊所造成的这么一个察觉啊 所以呢 这个为什么会出现平行诉讼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一定要在这个管辖就通过一个管辖的条文你要看得出来这个条文背后啊所蕴含的这些门道啊 那么另外呢就是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是没有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应该由原告或者由被告援助所的人民法院管辖 最后呢是涉港澳台的离婚案件的管辖比较涉外案件处理 那么对于涉外案件啊 咱们法院通常呢处理的还是和国内的不一样 你比如说第一个呢你比如说从管辖上来讲啊 我有一个案件 标的也不大我觉得也就是这个 哥把义吧 这个对我来说这都是小案子了啊 一审的话我觉得这应该立在 应该在北京啊应该立在区法院啊 啊但是呢 哎呃最后是例在我们北京是某中院 我说很奇怪 我说哎你们这个标的就在 因为咱们正常应该是普通的民事案件应该是两个亿还是三个以上在中院嘛啊 这这个这个案件应该是不高的 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法官就说 我们北京啊有涉外案件一定标的额以上 他就到中院了跟咱们普通的国内的案件是不一样的 甚至我发现在在咱们有些城市啊 比如说有些呃不是很大的城市 至少一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没有发生过 那涉外罹患案件有的还是中院管 呃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因为呃像我在北京在上海 因为我在这两个城市打官司比较多 那基本上涉外罹患案件那那都是几层法院 你别说呃这个呃是涉外案件了 我我办过这个什么一百多亿的案子 那我我觉得这总是可以到高院了吧 哎还是在海淀人民法院管 因为他这个标的没意义啊 你为什么 因为离婚案件当中呢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离掉离不掉的问题 你离不掉了你你你这个一万个亿 你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只有法院确认呃感情去破裂才可能存在呃财产分割的问题 并且按照我们最高院的最新的那个关于呃 级别管辖的意见呢呃像这个呃婚姻案件啊啊 一般是由基层法院受理的 但是你要注意这里面是个一般两个词哈啊 我在办一些案件的时候呢呃也有那个一审直接立在中院 立在高院立在中院的这个案例啊 那当时我们去立案的时候呢呃 这个呃高院的一看标的额就就受理了啊 受理了以后呢 后来对方就提了一亿来说根据最高院的这个指导意见 呃多少钱那是次要的 主要是婚姻家庭案件呢 一审应该是呃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啊啊 后来又上诉啊上诉到最高院 最高院后来这个指定呃某中级人民法院在审 那为什么没有发挥基层法院在审呢 他的意思是说哎这个案件呢 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因为是一家公众的企业 这个这个两口子的事传的这个沸沸扬扬的 呃所以呢他说这个是重大影响案件 所以在中院管 所以我们呃 社外案件呢基本上呢 也是在呃 基层法院啊 你像在北京上海都是有各区县管 这个还是比较常见的 呃当然也有一些 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安徽某某地开庭哈 这个社外罹患件安排在呃这个呃一个一个一个中院呃 比你法官很客气啊 态度热情的不得了 这个让我感觉到因为我在老外那一方 感觉到备受温暖啊 这个这个还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案子 现在可能 基本上也都是中院来管 那么我国社外离婚诉讼管辖的呃冲突 咱们看这个306条规定 306条规定 说中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 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 一方当事人向中国法院起诉 哎 人民法院可予受理 就是平行诉讼咱们不管的 反正我们肯定是能管的 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 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 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 对本案做出的判决或裁定的 呃不予准许 呃但双方共同参加 或者共同签订了国际条约 另有规定的除外 实际上哈 我们现在呃就离婚案件 判决结果来说啊 呃咱们现在认可执行的 几乎都是人身关系的相关判决内容 呃财产关系和子女关系 就我职业那么多年来 基本上没有啊 这个说外国法院的这个 相关的财产和子女的判决 在中国法院认可 这个少啊 几乎没有 那基本上都是啊 关于人身关系的解除 那是在中国中级人民法院 走一个特别程序 啊 我们来进行处理 那么另外呢 呃 还规定呢 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 一方居住在国内 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国内一方的法院都有管辖权 如果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 国内一方法院 呃 这个居住在加拿大 呃 在加拿大起诉了离婚 呃 主要还是为了达到自己想抚养子女 啊 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中国法院对于 呃 我们这一方当神在子女抚养上是有利的嘛 所以我们呃 希望在中国法院进行受理 根据我国民宿法 以及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 那管辖呢 可以分成以下几种哈 我们看第一种啊 一方 经常居住地 在中国 比如说 我们假设是双方是中国人的话呢 呃 那一方 在中国 那肯定是中国法院有管辖权 那么双方经常居住地在中国 那都是中国人 中国法院 那也有管辖权 那么如果双方军 军都不在中国居住 两个中国人在外国住 那如果定居国法院不受理 那咱们中国法院就可以管啊 这个刚才说过了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如果是一方为中国人 一方是外国人 这个呢 你不能拿皮肤肤色来判定哈 是要拿这个法律上的这个 护照 就是你持哪个国家的身份来判 是不是这个 一方为中国人 不要受那个张明敏那首歌 什么我的中国勋 那个 呃 那个影响哈 说核山直在我梦里 因为我是美国人了 但是我心还是中国人 你不能这样想哈 你要想他是法律上 他就是 你拿了外国护照 你就是外国人了 啊 我们有些 歌星对吧 赚了中国人的钱 呃 那其实是外国人了 你不能把他在还当中国人 在法律上我们从律师的思维 他就是外国人 那么如果一方是中国人 一方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了 哎 呃 一方经常居住地在中国 啊 中国法院 啊 这个 有管辖权 这个前提条件是中国人在中国住啊 啊 那么这个 你如果说一方为中国人 一方 呃 这个呃 在外国住啊 这个中国法院有管辖权 由被告住所地 或者原告住所地的法院管辖 那如果是双方 经常居住地都在中国 那毫无疑问 有管辖权 如果一方是中国人 一方为外国人都在国外住 那还是这个回到 国外不管中国管 那如果是双方都是老外怎么办 呃 老外是指的都是外籍身份哈 那一方在中国 经常居住地在中国 要视情况 看中国有没有管辖权 一般要看呃 被告在不在中国 如果被告在中国的话 呃 那基本上还可以来管 那么如果双方经常居住地在中国 又都是外国人 那你只要你被告在中国 那就可以管 如果双方均不居住在中国 那你都是外国人 那你中国怎么管呢 对吧 那其实我们现在还会遇到什么 孩子不在中国 呃 比如说老外妈妈把孩子抱到加拿大去了 中国法院呃 能不能管孩子呀 呃 有的律师就说了 那孩子又不在中国打管呢 呃 判决数也没法任何核执行 呃 这个呢 咱们中国法院也可以判的啊 也可以判 呃 你孩子在国外不影响我 按中国法院给你判 呃 怎么归属 负养权 那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 那么 小李啊 他是中国籍在法国留学 呃 认识了这个印度的呃 这个L先生 这个印度人不得了 在在硅谷很厉害 呃 在广东也很厉害啊 那么这个就就我们的小姑娘就看上人家了 呃 后来他们在印度登记结婚啊 后来这个两个人感情不好了啊 小李就来到了上海工作 因为协议不成啊 那么在闽航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虽然小姑娘是山西人 但是她经常居住地在上海 所以呢 咱们上海闽航区人民法院就有了管下去 那这个案件最后法院没有判 呃 这个法院其实是 这个法院其实是判离婚了 呃 当时呢 这个法官还给我还给我交流啊 这这个都是已经化名过的啊 财经书 那么这个当时这个呃 还给我这个呃 交流说哎呀 这个一般情况下第一次是不判的 呃 因为这个案件从管辖立案到开庭审理啊 公告了两次 前前后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法院说呀 这个算了 那我们这个呃 这个还是不好跟你判离啊 后来呢 他这个判决呃 第一次呢 是没有判 你看被告实际上呃 这个呃 这个也没有这个呃 正式的这个出勤因素 但是最后法院也没判 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呢 判掉了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一般啊 他是呃 按照老外的这个呃 所谓涉外的这个罹患金来处理的话 他也要考虑什么 要考虑有没有感情确以破裂的证据哈 感情确以破裂的证据 作为我们律师来说 特别是做那个婚姻家庭案件的律师来说 要烂书于心啊 烂书于胸啊 重婚同居 家庭暴力 捏的一气 吸毒毒剥 旅交不改 分居满两年啊 等等 所以呢 这个法院没有判也是正常的 啊 那么所以呢 涉外的罹患案件啊 他有点类似于军婚了 非常复杂和麻烦啊 这个复杂和麻烦往往是指审限 并且严格意义上来说 涉外案件是没有审限的 至少说涉外罹患案件是没有审限的 所以你要是有的案子 你去催法官 法官说 你看一下涉外罹患案件的审限的民宿 民宿法的规定在哪里啊 你就 我们只能说 哎呀 现在都是什么时代了 这个有个涉外罹患案件 在咱们北京上海深圳 那不是太正常了 咱们是不是可以参照国内法院处理的流程和时间呢 给法院讲道理 法官呢 说这段时间忙 过段时间我早点写判决书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 要跟法官进行 这个进一步的协商和交流 要换位思考 他们也不容易啊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说点什么 请留言评论 或许您的留言会成为我们今后的选题哦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那么在离婚案件开庭时 如委托人在国外 并不一定必须到庭参加诉讼 我有的案子的当事人都从来没见过当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没来 没来中国 就没来过 有些案件就没见过老外 就办了这个委托手续 那根据法律规定呢 在实践当中 需要交经过公证 那公证是他所在国做的这个公证机关做的 或者是有公证资格的律师做的公证文件 认证是什么 就是对于形成境外的这个法律文件 在由中国的驻外使领馆去认证 认可你这个证明 所以叫认证 有什么呀 一般至少有授权委托数 要委托北京市中文上海律师事务所 来做这个某某律师 来做这个代理人 那需要做授权委托数 那这个授权委托数呢 就要做特别授权了 我们知道一般的那个离婚案件 是做一般代理授权 你基本上只能做一些流程上的代理事务 那你一般对于承认放弃变更 所谓的这个事实啊 诉讼请求 你是不能单方发表意见 特别对于是否同意离婚 子女怎么富雅 财产怎么分割 这个呢 你一般情况下是不能 这个发表意见 所以在开庭的时候呢 法官问到一些事实问题的时候 律师刚要回答啊 法官说 住嘴 让当事人自己回答 当事人在了 你还替他说什么 让他自己说吧 你不就听他说的吗 你看 也挺有道理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 就开庭的时候 说当事人说话 怕说错了 或者是一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了 或者一不小心把真话说成假话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律师呢 就是你少说两句 我在开庭时帮你说 有时候法院就不让 不让律师讲话 有的律师还不高兴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 为什么 因为讲事实 你怎么知道的事实 那不都是听当事人讲的 对于什么时候恋爱 双方心理是怎么想的 有没有过夫妻生活 你咋知道 对不对 你还不得听人家讲嘛 所以这个我觉得呢 律师也不要阅读在跑啊 这个让当事人自己讲是对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授权啊 要是做特别授权 这个你就要讲了 这个要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做特别授权可不能瞎讲 法官问 你们是不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分居的 你来一个 哎呦 好像是啊 法官说什么叫好像啊 是还是不是 你咋回答 你说这个问题 我好像没有 没给当事人确认过 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法官 不好意思 我要跟当事人确认一下 你不能自己想的时候 高度概然说 哦是或者不是 为什么 你一旦一说 你是特别授权 写在这个笔录上了 现在也不用写笔录了 对吧 现在都是录音录像了 现在咱们法院都是智慧法庭了 对吧 你说完了 互联网技术就给你固定下来了 所以啊 这个特别授权 一定要万分的小心 那么这个 授权我的书 要做公证和认证 另外还有 作为原告的话呢 是个起诉状要进行 这个公证和认证 对于这个 离婚意见书 一般都是 对于被告而言 那你被告是什么态度呀 你被告在中国境外 你不能够到庭来 亲自发表意见 那你做一个 关于是否同意 离婚的意见 你做个公证和认证 再寄到中国来 搞个翻译件 让我也看一看 如果你是中国人 你就直接拿中文写 再做公证和认证 你要是个老外 你不懂中文 你搞个英文件 然后呢 在国外做公证 到认证内官的时候呢 你就在国外 直接就把这个 外文件给做了 如果寄到中国来 还是个英文件 怎么办呢 到这个指定的翻译机构 咱们各地法院都有 指定的翻译机构 你去做个翻译 你说我这英语不错 我来翻译翻译 不行 这个你翻译翻译 叫参考件 不叫证据的翻译件 你像我们在上海 就指定三家机构 比如说上外翻译 这个等等 它都是有那个 专门的翻译机构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呢 是要提交相关的公证 认证的文件 大家都知道 最近这段时间呢 疫情又有点反复了 在疫情最厉害的时候 我有一个当神 要离婚 离不了 为什么 因为我没办法做 公正认证 他在国外回不来呀 你现在在国外 你回来的首先在隔离呀 你隔离三个星期 都不敢跟你一块吃饭 对吧 这两天有几个客户说 从国外回来正在隔离 隔离完了要见我 吓死我了 虽然我打了两针 但是也挺害怕的 说咱最好还是 最好是网见吧 最好还是网上见面吧 当然有的当事人 是非要见面也没办法 戴了口罩距离五米 快聊一聊 那么这个客人呢 他在美国 在中国提起诉讼 公正认证做不了 前段时间为什么 因为疫情严重的时候 咱们在美国 五个零食馆 全都关门了 都已经停止 这个现场办公了 我们要邮件去写 写说明 为什么我们想办这个事 希望你们网上办 网上办理 人家还要打开你的 这个什么呀 相关的纸质材料 想消毒啊 对吧 你这是搞不清 你上面有什么病菌的 对吧 所以非常不容易 还搞笑 我有一个客人 就几年前我有个客人 我打电话说 贾律师 我中招了 我说你你你什么 中招了 怀孕了 中招了 他说不是不是 他说我得了 得了那个新冠了 我一听 我又吓死了 好像这个还好是电话 就微信电话 就离了一两万公里 哎呀 我赶快得表示关心啊 我说 那你好好休息啊 怎么怎么样 住院了没有 他说在我们这 得个新冠 跟得感冒一样 根本医院就不让住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是轻症啊 轻症在家里自己治疗 我说你难受不难受啊 他说就是走路有点气喘啊 什么的 反正感觉不是很好 那我说你找我干啥呀 我说你我又不是医生啊 我又不是张文宏啊 你提不了这个好的建议啊 他说我想写遗嘱 哎呦 我说这个麻烦了 为什么 你怎么写 叫自述遗嘱吧 在该国没有 该国只有经过律师见证的遗嘱 没有这个自己写 咱中国一个人写了 就是生效了 对吧 没有 第二个呢 你找个公证员吧 你人家谁来跟你做公证呢 对吧 那你你有新冠 你得找一个有新冠的公证员了 对吧 你就算能找到了 你还做认证 就到大使馆领事馆去 那领事馆怎么可能接待呢 所以你看这个一场灾难啊 它使我们很多 本来轻而易举能搞的事情 基本上都搞不了 所以作为我们律师来说啊 特别是作为我们婚姻继承的律师来说 要引导客户未雨绸缪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 做公证认证 在办涉外离婚手续的时候 向搜权委托书 离婚意见和起诉状要做的 那有的法院还要求做护照 护照的公证 不然怎么能证明你这个护照 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个呢 就要看一下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要求 这一讲就到这里 请您休息片刻 五五年的眼睛 或做做眼保健操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视力 OK 请继续学行下一讲 我们再来看一下境外证据 在中国境内的使用 首先呢 形成于境外的证据 有的朋友问了说 这个境外的上市文件 比如说境外的这个互联网上 能查到的房产信息 这算形成于境外的证据吗 我个人认为 这个就不需要那个做公证认证 为什么 如果你是照顾文件 就在SEC 在美国证券 美国证监会的这个官网友 你就把它打印下来 现场给法官演示一下 因为这都是互联网的公开资料嘛 当然如果你想加重这种证据的感 感 感染性和影响力的话 你做个公证 因为你做完公证 这个盖个章 好像显得证据分量加重嘛 实际上就那么回事啊 但是呢 感觉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的话 这个 到底什么是要以境外形成的证据 咱们现在我们基本上还是以这个 以形成在境外的输证为主 你比如说在境外写的合同啊 在境外达成的协议啊 等等啊 那么这个在境外形成的证据呢 应该经所在国的公证机关公证 大陆法系一般有公证处哈 但是在英美 英美馆 法国家基本是律师 有公证资格 他就可以做公证员 他们在做公证 再拿到我们住该国实领馆 与认证啊 有的是什么二等秘书啊 有的是参赞啊 有的是副领事啊 做这个认证 或者旅行与我国有关的条约的 相对应的手续哈 这个基本我们都是公证和认证 那么如果说需要办 这个婚姻的公证认证 比如说结婚吧 他有这么多的手续 大家看一看啊 那么如果是离婚的话呢 如果是起诉要求离婚的话 这个起诉书 刚才我们说了哈 结婚证 国外呢叫结婚注册证明 一张纸哈 我们加了一个红皮国徽啊 对吧 大家见过结婚证哈 结婚的这个律师有的是哈 咱们是红本 烫什么 应该是红本烫金 对吧 我回家再认认 再核对一下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离婚证呢 是什么 是什么颜色的 之前那个离婚证 好像不是红色的 是不是绿色的 现在的结婚证也是红色的 也是普大喜本的好事嘛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的离婚证 是红本烫银啊 都是这个喜庆的颜色啊 那么如果是 这个办离婚手续 咱们这个结婚证 如果是境外的 外国机构颁发的 应该是先做公证 然后再办认证 拿到中国来 再做个翻译哈 有的还是需要做翻译 然后再有一个身份证明 他的就是护照啊 或者他的身份的相关的证明 那么中国人在外国的这个婚姻啊 根据各国的不同规定和具体要求 需要的材料呢 也是不一样的啊 咱们在日本呢 日本你看人家 呃规定是结婚 呃之后呢 在一定期限内是不能那个 呃是 呃就是 在日本呢 就是说这个女同志啊 离婚了在一定期限内 是不能再结婚的 呃 比如说是六个月 我记得这个原来的日本呃 民法典是六个月之内 是不能再结婚的 呃 这个日本的同志们 呃 这个妇女同志们就很不高兴啊 说为什么我们呃 在离婚之后的一定时间内不能结婚呢 这让我想起来我学中国法治史啊 呃 学中国法治史是说呢 这个早在呃远古时期呢 呃 这个呃 什么呀 就是同房啊 就是结婚的时候呢 这个男同志是不能碰女同志的身体的 就是你老公 哪怕你已经取得了上床许可证了 但是你依然是不能和老婆同房的 要过上三个月才能同房 那为什么呢 呃 就是要检验 这个新媳妇啊 是否怀了别人家的孩子来嫁给你的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说在咱们这个少数游牧民族的话 呃 这个结婚第一个孩子是要摔死的 呃 为什么 就是防止不是自己的骨血 因为咱们古代人这个呃 这个骨血这个宗族观念很强 呃 说那后来为什么这个这个坏的这种习惯没了呢 是因为咱们春秋啊 呃 这个这个礼仪 咱们中国的这个呃 这个这这种那个三从四德的这个有了 说女孩子呢 要在家里面要关到这个闺房里 保证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呃 这个生活上的这样一个纯洁性 所以你看这个法律啊 这个体制啊 和这个现实之间有很多是全世界相通的 是非常有意思的 但是我们在学中国法治史的时候呃 听到这些故事还是觉得呃 这个法治史的一个演变实际上是非常鲜活的 是非常有意思 呃 咱们香港也是有一定的规定说结婚一定时间是不能离婚的 不像咱们国内哈 那你今天去领证呃 这个明天去办好像有的 我记得前段时间咱们为什么要加这个结婚冷静期啊 那就采访有的民政局说上午来办证下午来办另外一个证 这种当时人也是有的 你现在就不行了 你现在办个离婚证麻烦死了 你至少要两个月到三个月才能办啊 因为你光预约网上预约 你基本上一个月之内很难预约到的 然后你再去办 办了以后呢 你还有30天的冷静期 你然后再去办 所以呢 这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有两三个月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对于涉外婚姻来说的话 要看他在哪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有没有对办理离婚有一定的实现要求 这个呢 咱们日本啊 香港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期限的要求 这个我们稍微要 知识面要稍微拓展一下 只要不是在该国颁发的法律文件 或者当时人在一国生成需要拿到另一国 使用的文件 都需要经过公正认证程序 你看我们办认证花不了多少钱啊 有评鉴 就是平常的这个法律文件 一般是四个工作日来取 民事五十块 商事一百块 如果是极建的话 你就是明天来取 每份加收二十元的加级费 这个良心价也不贵 办理认证 代办领事馆认证 这个费用呢 就是几十块钱 一二百块钱这个样子哈 这个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就是一个公正书的一个样子啊 大家来看 自证明谁谁谁来到我管 在前面的民事起诉状 这就是一个离婚起诉状 签了个字 下面中华人民共和国 纽约总领馆 这个副领事某某某 带个国会的章 那后面就是这个相关的公正翻译件 还认证翻译件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哈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境外财产证据的收集啊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做的一些 比如说收集一些线索啊 比如说照顾文件 刚才我们讲了 再比如说房产登记册 有时候呢 有的国家也是对外与公开披露的 这个呢 应该是有披露的网站的 第二呢 是境外银行账单的收集 咱们来自于境外的这个银行账单啊 比如说渣打银行 或者是汇丰银行 他每个月啊 只要你有要求 他可以给你家里寄账单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寄这个账单呢 它是一个原件 就咱们从信封里 把这个信囊打开 拿出来 这就算是一个原件了 但是一般呢 咱们中国法院还是 内地法院还是不敢认 为什么 因为这个没有经过公认认证 那我们这个和香港律师啊 和和那个离岸岛的律师啊 我们在一块合作打官司的时候 他们对于形成于中国境内的这些文件 他们都不用做公认认证 说这个东西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谁敢弄假的吗 这个代价太高了 但是在我们国内的 相对来说 我们现在对于虚假诉讼 对于这个民事 特别是婚姻诉讼当中的伪证的责任追究啊 这几年力度开始加大 但是前几年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对于境外银行的账单 我们就是还是要履行公证认证的这个手续 另外呢 还有境外公司信息的收集 这个基本上也要做公认认证的 美国呢 是要了解公司注册的州 看看能不能查到这个股东的信息啊 有的领导也不一定会有 那个这方面的查询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那么我们再看关于过错哈 过错证据呢 我们首先来看那个境外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报警记录啊 一般境外报警记录 同时呢都会有一般境外的法律文件了 啊 这个 我们有一个案件啊 就当神呢 在境外呢 就是两口子正在看电视 当然家里有个客人啊 南方坐在沙发这边 中间是客人 女方坐在沙发那边 后来因为一个鸡毛蒜皮的一个事情 就两个人就言语不合 就南方就火一上来 就搁着中间这个朋友就打了这个 他老婆两拳 一拳应该是打在脖子上啊 还有一拳是打在哪了 总之呢 这个说实在的可能也不一定非常的这个严重啊 但是这个女方报警了 那说南方有蓄意谋杀她的这个倾向 这一下子是个很大的事 马上警察就来了 就把南方带走了 后来这个事情啊 就是发展的非常的恶劣 女方呢 就说 她呢 在在这个中国内地呢 是有枪支的 然后呢 在在这个什么呀 在这个 这个国家 比如他 他是在 美国的 他说他曾经没有持枪证的情况下 去打过枪 这一下子不得了了 因为这个涉及 这个谋杀了 这个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 马上就可能会有一个刑事控告 没办法 这个当事人就请了一个刑事律师哈 就是他一个离婚案件当中有刑事律师要介入了 那后来呢 就了解说 他确实在国内是曾经有枪支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在我们国家的一些 一些山区 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区 是允许在狩猎季节的时候呢 是有合格的这种人员去打猎的 所以他这个枪支确实是有 但是这个枪支呢 一般是派出所保管的 那么后来我们就到派出所去取证 证明呢 这个同志在这个狩猎期间 他是这个据理言明 非常服从管理 及时交回枪支 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 然后呢 要去那边去取证 证明什么 证明他只是看了持有枪证的人打枪 然后呢 他就是拿着这个枪 就是说他不看了 他以后手上痒痒吗 他要打一枪吗 然后呢 人家把枪给他 他又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 拍了个照 但是并没有打枪 又让周围的两个人来作证 证明什么 他只是拿了个枪 摆了个pose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扣扳机 也没有发子弹 等等等等 搞的是非常的麻烦 本来一个简单的一个婚姻案件啊 搞的这个成了一个 刑事的一个案件 这个弄的是很吓人的 因为当时人 这个刑事一旦扣上罪名就不得了 包括这个打骂孩子的情况 在我们家也有打骂孩子的情况 有时候我老婆发飙起来 这个说孩子的声音 整个楼也能听得到的 因为都是为了学习上的事情啊 有时候我去劝老婆就说 啊 那你管吧 我管不了 你管 我吓死了 还是你管吧 因为我也管不了 孩子现在挺难管的 数学我都不会了 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们经常给客人交流啊 说你啊 到国外生活 你牢记 我们就开玩笑 说国外是分四等人的 第一等人是女人 第二等人是孩子 第三等人是狗 第四等人是男人 我们就讲 你不要乱欺负人 然后不要欺负老婆 不要打孩子 要对待宠物 你不小心就这个什么 有相关组织找上门来 你不能虐待他 最最最最苦逼的 就是我们男人 要养家糊口 不容易 就开个玩笑 同时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种思想观念啊 要入乡随俗 要能够 这个结合当地的这种法律规定 来做 所以呢 我们经常有时候看港台电视连续剧啊 说 现在法院下个命令 说你和他保持五米的距离 我们现在中国呢 这个家事法改革之后呢 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禁止令 但是呢 我们还没有向这个境外做的 就是细节化还是有差异的啊 那么我曾经看到这个客人啊 就是有法庭的命令 说你不能去再回家啊 你要从家里出来 你不能去回家里去了 然后你再见到你老婆的时候 哪怕你们现在还是夫妻 你要跟他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 如果你要是违反的话呢 他法庭会给你一些制裁的 还有呢 你不能给你老婆打电话 或者是除了给孩子探视打电话以外 你不能给你老婆打电话 如果你打的话 就是违反这个命令 所以呢 就是我有时候问我客人说 你这两天看孩子了吧 他说在法庭规定的时间 我打电话给他 他没接 法庭之外的时间 我又不敢打 我怕打了以后呢 说我骚扰他 我说这个确实是很细 和我们这边还是不一致的 我们这边呢 相对来说 咱们现在正在进步 其实你说一定需要搞得这么细嘛 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和看法 没有什么对和错 我们再来看关于子女信息的收集啊 包括这个出生证明啊 我们现在就在聊啊 说这个出生证明 在座各位你们可能有些有孩子了 你还记得不记得 特别是作为母亲啊 咱们的女律师 当时你们生孩子的时候 这个父亲一来啊 你怎么填的 是不是你填了你老公的名字呀 那如果是的话 人家看过你们的结婚证吗 就是比如说你是在 这个妇幼保健院生的孩子 你是在这个咱们 红房子医院生的孩子 有没有看过你的结婚证啊 是不是没有啊 所以你想填谁就填谁了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会说呀 说你看在婚内的这个 如果双方领过结婚证的孩子 首先推定是他爸爸的 但是如果双方没有这个婚姻关系 生的孩子 上面即使有这个父亲的名字 但是你怎么能证明 他爹就是他爹呢 这个我们在办理这个 有一些离婚案件的时候 会碰到这个问题 我有一次在上海某区的法院办了一个案件 我带南方啊 是个台湾人 女方呢 是一个中国人 当时呢 这个我当时跟我说啊 他说 贾律师啊 他说这个女方要求孩子支付 抚养费是没有道理的 我说为什么没有道理啊 他说我跟我老婆在生孩子那一段时间 17个月没见过面 他没到我 因为他在日本嘛 他没到我日本来 我没有到中国去 你说怎么可能有孩子呀 所以这个孩子肯定不是我的 我说一定有道理啊 我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 那你这个 你现在不追究他 这个欺诈你这个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就不错了 我说怎么还能给你要这个抚养费 这个女同志也太心大了吧 那开庭的时候我们就 给法院讲 说这个孩子不是我们当时 我们调取了什么 我们当时的那个护照 就是他可以看到的 就是护照每一页什么时候进 什么时候出 然后又调取了女方的出境记录 因为我们到了到那个 出境管理局 拿法院的调查令 就可以调女方的出境记录的 一对 你看 这段时间我又没有去中国 他也没有到日本 我们可是17个月没有见面 你说这孩子怎么可能是我们的 是不是有道理啊 但是这个案子是在 是在十几年前 那一时候的法律规定就是 婚内生的孩子 咱们有司法解答 有司法解释 就是说首先推定是劳工的 那下面就是要进行亲子监定了呀 说不是你的 那有有合理的证据和合理的理由 认为不是你的 是不是要做监定啊 女方拒绝做 这就很难办了 说女方拒绝做 那法院 那就直接盼着孩子 就不是男方的就得了呗 那法官说我不敢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亲子鉴定啊 你们双方是 有出境记录不在一起 从证据的高度概然性上来讲的话 这孩子那确实 你不是又不是他妈 又不是哪吒他妈 对吧 怀孕三年才生 对吧 你这一般老百姓都是怀孕十个月就生了 那我认为呢 如果你们讲述是真的 那这就不是他的孩子 但是不排除什么 你们双方都没有这个 在没有出境记录的情况下见了面了 那万一有这种情况 我怎么能用一个判决的形式 来固定一个孩子的出生 这个这个父母的情况 直接做个定性呢 他说这个我还是不敢的 那那你说现在的这个婚姻法司法解释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民法典解决了 就是我们可以用推理的推定的方法 我们有初步证据证明 这个孩子不是我们的 那你要跟我们配合做亲子鉴定 如果你不配合的话 我法院可以从这个对你不利的 这个逻辑角度出发来推定 这个孩子就不是你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办理实操案件当中的 这个一些有意思的一些案例了 这一讲就到这里 请休息片段 活动活动您的颈椎 不要总做低头的 注意保护颈椎哦 OK 继续学习下一讲 我们看一个案例啊 中国籍的王先生和加拿大的这个李小姐 你看中国籍王先生 南方中国籍 女方加拿大籍 在中国等级结婚 育有两个孩子 一般中国和外籍有孩子的话 基本孩子是既有中国籍或又有外籍 或者说是基本就是外籍了 那有的朋友会问呢 说这个孩子是外籍 对审理罗案件有什么影响吗 可能会在孩子抚养费 支付的多少问题上 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但在管辖问题上 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他这个案件当中呢 两个人呢 在结婚前是签过离婚协议的 这两个人是签过婚前协议的 婚前协议呢 约定各自名下的财产 归各自所有 那为让孩子在上 在这个国外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和教育环境呢 这个南方的妈妈在加拿大 温哥华买了房子一套 这温哥华是很美的地方啊 买了房子一套 登记在了这个 这个自己的儿媳妇和这个 这个婆婆两个人的名下 首付和贷款都是由婆婆来偿还的 那么这有个问题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房子的这个所有权的归属 怎么看呢 那按照中国的法律 说这个父母出资产权登记在自己 这个儿媳妇名下的 仍然是为对双方的赠予 但这个是适用中国法 人家这个房子呢 是在温哥华的 中国法院也不动产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 你中国法院在处理罹患案件的时候 也可能不能直接处理加拿大的这个房子啊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后来两个人呢 也产生了一些矛盾 后来呢 这个没有经 男方同意 女方就 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加拿大 并且申请了禁令 禁止令 禁止南方靠近女方和孩子 他肯定是要讲 这个南方呢 是有家庭暴力呀 是有对孩子成长不利的情况呀 那么我们归纳一下这个问题啊 第一呢 就是王先生 由于疫情无法去加拿大 王先生也在中国提出了离婚 并聘请了律师 两地平行诉讼如何协调 就是同样一个离婚案件 两地来打 那这个怎么协调呢 他在加拿大呢 那个律师呢 帮他在加拿大处理相关的事务 并且我们平时的法律文件和开庭的情况 都是相互通缉的 我们在中国呢 在北京打的离婚诉讼 那么我们这边的进程 也要告诉加拿大那边 你比如说 关于中国境内的财产 加拿大的法庭就认为说 因为南方也在中国 北京提起了诉讼 中国法院会管 女方要求处理的 北京的这个中国境内的房产 所以加拿大法院就不管了 那这样就是说 两地平行诉讼的协调 那中国法院对于境外当身 送达的程序啊 要按咱们以前的这个民宿法 说要什么报到高院 高院送到外交部 通过外交途径 那个送达 那个就非常慢啊 我们现在就建议 那个法官呢 直接用EMS的方法 直接就寄给国外的 这个一方当审 那法院说 如果他不签收的话 我们没有走 那个外交程序 这个担心有问题啊 我们说 因为对方已经请律师了 那么国外的律师呢 一旦收到中国法院的 这个送达文件的话 他会告诉 高度盖然提醒 会告诉他的当事人 要签收 或者会有个应对的 所以我们直接就是从建议法院 直接就寄过去了 他也收了 确实也 也邮件当中也包括律师和律师之间 也认可 收到了那个中国法院的这个裁决 就是这个传票 也确实能认可了 那中国法院对于不在中国境内的子女的抚养权 是否可以处理 因为他把孩子都带出去了 那后来的法院也予以处理 就是说孩子虽然在境外 但是还可以处理 中国法院对于境外的财产 如何查明和管辖的问题 基本法院的态度就是 你们自己商量 协商一致 我可以帮你写在调解书上 但是如果协商不了 对不起 那我中国法院不管 你们让加拿大法院管 或者你们在加拿大进行诉讼就好了 那么南方 虽然在加拿大没有任何财产 但是加拿大法院要求他披露全球财产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 我不管你在加拿大有没有财产 或者有多少财产 你要把你全球的财产披露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要在加拿大处理财产分割的时候 是要酌情处理对女方的这种一个分割 多少 他是要有个参考的一个作用的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 说咱瞒报行不行啊 这个我说这个瞒报啊 如果说时代的 如果女方根本不知道 将来也不可能知道 你瞒报 我们律师认为是不妥的 但是你一定要瞒报 我们也没办法 他说那我 我这个事情啊 这个女方可能不知道呀 我说是可能不知道 还是一定不知道 他说我也没有把握 他是一定不知道 我说那你最好还是要报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报 明明有你 你也不可能这么大一个数字 或者这么大一个财产 也不可能没有 你要让加拿大法院知道你在故意隐瞒财产的话 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所以呢 加拿大法院要求客户呢 披露全球财产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遵循法院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还是要申报的 当然了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呢 加拿大加拿大这个法院呢 会有一些临时的命令 比如说在法院没有裁决之前 那么对于孩子的探视呢 他是有一定的限制要求的 因为女方声称 男方可能有一些不利于孩子的举动 所以这个是不能让男方再回到这个 他母亲买的这套房子里面 我们就给法院申请 当然这个是由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律师啊 就是我们当时人在加拿大的律师来沟通 说那我们因为要保持对孩子的交流 怎么办呢 法庭是每个星期给我们两次 孩子的视频的用那个祖母啊 或者用一些视频软件 进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每次的时间几点到几点 他都给你规定的非常好 非常准确 你要按照这个时间呢 来给孩子进行视频通话 如果中间呢 由于女方不接电话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 你取好证通过法庭呢 再给女方再来进行纠正 那么关于加拿大的房屋呢 这个加拿大的律师建议我们说 因为在加拿大像这种情况呢 就有可能被认定为 是这个婆婆呢 是买这套房子 主要是以母亲的名义 为这个外孙 替这个孩子来代持的 但是呢 他说你要另外提起一些诉讼 或者是由律师来专门处理这个事情 就是实际上他表面是一个房屋持有关系 实际上是一个信托关系 他是想做这样的建议 结合我们当事人 或者是和他父母谈话的一些情况来推定 是这么一个主观的一种态度 他是要做信托的这种设计安排 包括在加拿大在离婚过程当中的探视问题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呢 我看这个孩子的一些照片也非常感动 孩子成长得非常顺利 并且呢 他妈妈应该是全职在照顾这两个孩子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个离婚案件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因为他们之间完全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一些分歧 那么因为这个婚姻关系的结束 同时也改变了这两个孩子的人生 其实还是蛮遗憾的一件事 但是呢 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两个年轻人呢 都是八八后 所以年龄不大 并且呢 女孩子还是非常有个性 因为当年也 这个取得过一定的这个学术成就 就是学校非常好 自己也非常有骨气 就是我不是嫁给你 是不是要你们家钱的 他这个观念呢 是根深蒂固的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照顾好这两个孩子 那么我们当时呢 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二代 自己呢 其实家里条件非常好 但是一个人在北京创业呢 也是条件非常艰苦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在孩子的这个 这个探视的问题上呢 双方呢 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那我就想起来 我们国内一般处理的原则呢 就是在这个离婚诉讼期间 咱一般是探视不了的 那么我们处理的案件呢 一方当时把孩子给藏起来 就不让你看我们法官呢 如果积极一点 还会给你斡旋 说那你不能影响另外一方的探视 还给你组织一下调节 那我们有一些法官呢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觉得 如果在诉讼过程当中 强行组织调节 可能会激化矛盾 造成这个纠纷的出现 你说他这样考虑是不是对的呢 我觉得也有道理 所以说呢 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做法 但我觉得呢 他们在这个加拿大的这种处理方法 就是通过视频方法 通过这个评次还是比较合理的 一个星期有两次嘛 这样的话孩子不至于 像我们国内一般都是一个月 分两星期间一下 他这个频率就稍微的 从孩子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可能是有点有点少了 加拿大这个视频的这种方法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我在想呢 以后呢 我们在国内办了一些罹患案件 涉及子女探视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想 也想呢 引入一下 所谓的这种聊天工具 一种那个通讯工具 探视孩子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规定 写到调节书当中去 我觉得这个呢 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我们在办理涉外案件的时候呢 处理的要点呢 首先呢 就是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起诉状的这个准备 要做公证和认证 另外呢 我们对境外当神的送达 我们一般的是通过外交途径 但是呢 在协调一下的情况下 是不是可以直接送达 这样会节省时间 另外平行诉讼 平行诉讼是基于不同的法律 对同样一个案件 它的不同的处理结果 导致当神呢 实际上是追求对自己的罪大化 选择的这两地的一个诉讼 那么在这个两地诉讼的协调问题上 我们可能国内的律师 也能起一个组织和配合的一个作用 另外呢 就是实体审理的精准竞对 我们不论是境内的还是境外的 我们可能还要针对对方的诉求点 或者攻击点 我们多准备一些 我们防范应对的一些举措和措施 这一讲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老师的讲义 可自愿打赏下载 真是有赏情义无价 OK 请继续学习下一讲 我们看一个案例啊 中国籍的王先生和加拿大的这个李小姐 你看中国籍王先生 南方中国籍 女方加拿大籍 在中国等级结婚 对于判决的强制执行 刚才我们说了 包括境外判决的认可与执行 主要是体现在人身关系上 那么对于财产关系 基本上我们现在的态度 都是这个和子女 这个问题上都是不予认可的 那么我们看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中国公民承认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程序的规定 这个是我们需要 要掌握的 另外呢 还有这个最高院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相互认可和执行 婚姻家事 民事案件判决处的安排 那这个呢 咱们最新的一个情况就是 实际上也是签署了 但还没有开始这个执行 那么另外关于台湾和澳门地区呢 我们也有一些安排和规定 我们各位同仁呢 有时间可以去自己翻译一下 那民宿法第266条规定 人民法院做出的发生法律效率的判决裁定 如果被执行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国境内的当审请求执行的 可以由当审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 也可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国地结或者是国际条约的这样的规定 或者按照互惠的原则 请外国法院与承认和执行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生效的判决 拿到国外 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外国法院做一个参照 就是针对离婚判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申请的当时呢 首先提出书面的申请 然后呢 附有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正本及这个中文译本 然后呢 再去向中级人民法院啊 申请受理 做一个认可 交这个五百 五十到一百块钱的一个申请费用哈 那么 这个当事人呢 如果没有在中国申请承认执行的 那么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因为你没有申请任何执行呢 那么如果要是说你在另案当中打着离婚诉讼的同时 结果呢 对方当事人在国内的离婚 这个申请啊 已经得到了承认的话呢 那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比如说变更为离婚后财产纠纷 继续审理这个案件 我们再看 提出申请承认与执行判决裁定的主体啊 中国公民或者是境外公民都可以向中国法院提出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的判决 他对这个主体呢是没有限制的 那申请的内容呢 根据呃这个司法协助协议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啊 有这个司法协助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没有司法协助的 中国几当审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规定呢 向人民法院承认呃这个外国法院的一个离婚判决 那么离婚案件判决生效后可能需要在外国得到承认 甚至要求外国法院执行啊 但是呢一国的诉讼程序有严格的地域性啊 判决只能在其国域内发生法律效力啊 一一般呢呃国外法院呢呃他不会说是直接进行认可 还要走一个认可的一个程序和流程 或者按照这个司法协助的一个原则呃来进行 我们可能在办理涉外离婚案件的时候 对有些特殊方面的承认与执行 比如说呃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当中的夫妻财产分割 生活负担就是关于财产的问题 关于钱的问题和关于子女抚养方面的承认执行 它是不适用这个规定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讲啊 只是对于人生关系的解除予以认可和执行 但是对于呃财产或子女的处理的话 是呃不予这个认可的 我们再看一下当事人承认与重新起诉哈 中国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啊 申请承认啊 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 原告一方变更请求是承认呃外国法院离婚判决 或者一方另行提出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 其申请均不予受理 那你既然受理离婚案件以后 你一方变更呃这个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 这是不行的啊 当然了如果说呃一方另行 你们已经有国外的一个呃 生肖的离婚判决了 呃另外一方呢 这个呃在这个已经开始申请这个呃 那你这边的提起了离婚诉讼是可以的 因为对方没有那个申请中国法院认可和执行嘛 但是如果在你诉讼期间啊 这个对方申请认可和执行的就裁定出来了以后 你这个案件可以辩论诉讼请求啊 这个是没问题的 人民法院受理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申请后 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 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啊 就是还是要有个先后的流程相互钳制一下 不然的话就是司法的这样的资源就会被用烂了 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虽然经外国法院判决 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 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也是国家主权的一个体现哈 那么哪些情况下我们是不承认的呢 不承认外国的这个生肖判决呢 第一呢 比如说他没有产生效率 第二个呢 是他外国法院没有管下权 他强行管了 第三个呢 就是说你没有经合理的这个传唤 或者是你是在被告缺席 切未得到合法传唤的情况下 就是你缺席不要紧 但你缺席没有尽到合法传唤的义务是不行的 当然我们现在对于缺席判决的这个审理的要求是非常严的 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 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者已经做出判决 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做出的离婚案件判决 以为我国法院所承认 或者判决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或者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 比如说这个判决做出所在国 它是一夫多妻的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社会公共利益呢 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也不予以这个认可 总体来说咱们在处理涉外婚姻案件的时候 我们还要讲究一个自信 虽然我们是不精通于外语的 但是我们可能还可以办理这样的案件 办理这样案件的过程当中 在取证管辖送达以及实体处理上 可能会有一些的特点 但基本面还是围绕着 普通的婚姻案件的办理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注意一些 平行诉讼的问题 就是我们两地诉讼 我们律师在中间 如何是进行配合和参与的问题 最后呢 也祝各位同仁学有所成 共同进步 谢谢大家 嗨 本集听完了恭喜您获得二课时 如果您达到了协会要求的听课量 可在个人后台打印结业证书 更多点金好课 祝您快乐成长 下次学习再见